有網友問 今輪可以有機會去到什麼位置呢? 其實我覺得去到150至160元 其實你這樣標上去是有機會的 但你去到看到上網什麼位置 其實真的很難說 你上網其實都沒有什麼頂 因為你為什麼? 因為它調高了它的盈利預測 你自然的 你相對上的股價又不是便宜的 但貴得來又高了 盈利預測又比之前更便宜 所以又浪得到股價又破了頂 你初步第一個站 你看著150至160元 這些水平先 如果到了的話你才再看 因為始終它 如果這一類股 為什麼這些生物制股可以飆得這麼厲害呢? 其實整體上來講 它一來的盈利預期 特別是藥營生物 做CRO那些 仍然是挺強的 需求仍然的 demand 是很大的 所以就浪得住它的價 和它的股值 它的盈利繼續飆上去 相對上又貴得來 又好像沒有那麼貴 那些人可以買得下手 你不同 有些人真的還沒有商業化 它是研發階段 除非它過了某個Mountstone 或者拍到一些大碼頭 做一些Distribution 幫它做一些商業化 可能做得強一點 但這些它其實都很強 你自己看那個人見到 還有你真的是龍頭 所以其實你賺下去的 那些又不是看得到 它賺得很散 如果你真的買的話 我又覺得 向上其實是有空間的 又可以去分兩柱 因為始終短期來說 你三天 也有110多元的水平 標度上量140多 你可以去分兩柱 一夜標度上去 看你去到哪個位置 假設標度上140多 150元 穿不到又回 你可以有些空間 又去撈多轉 這些就是 它賺下去又不太害怕 反而是什麼呢 有機會你一標的時候上去 就是股東減遲 很流行 它就一標一破頂 那些時候它又出來 又收了錢 吃一下糊 反而就是你要有 這樣的預期 這件事就是 但是你中場線 我覺得都依然是可以向好 你中場線 你中場線 你中場線